如果你要把它恢复的话 哪怕是你这边全部都关掉了 这边也不小心关掉了 这边也不小心 反正这边没办法关掉 那你有个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 就在window window里面找一个东西 我看一下 它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reset 有没有 什么 这个 这个叫重新reset它的那个view 它的事情可以把它重新reset掉 OK所以在这边 可以把那个画面让它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OK我试一下 因为这个之前我是有试过 应该没有问题 reset它 它问你说它是不是要恢复成default的值 yes 有没有发现又恢复了 如果你执行它 大家看到我可以 理论上应该可以 执行 run 下方 没问题 输入年龄 66岁 老年 没有错 OK 那另外的话成绩给各位练习 我想应该大部分同学 应该也没问题 大于等于80就a 然后呢 在70跟80之间是b 60跟70之间是c 剩下来就d 写法当然你也可以用end 或者是说你可以先判断 不及格的 再判断 在c d c ba 也可以 所以这也许你可以改个方法 我想结果是正确就OK了 它一定是程式一定是循序的 从上面run到下面 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bmi 那bmi的话呢 主要是参考那个网路上面 你google打那个bm rml enter一下 它就会帮你search到最后的结果 第一个就 我就参考第一个 就是bmi值的计算 计算器 那它里面就有规则 规则是什么呢 就是 使用者输入那个什么 让他输入体重跟身高 或身高跟体重 然后它的规则是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的话一定是公尺 所以它如果输入的是 因为我们习万公分 那你就必须把它除以百 变成公尺 再来做计算 那就得到它的bmi 那得到bmi之后的话呢 如果它的bmi是小于18.5的话 那就是过轻 如果在18.5到那个24 小于的话 那就是正常 那再来就是 24到27是过重 轻微肥胖 再来中度肥胖 还有重度肥胖 OK 那这一题其实跟刚刚也类似嘛 差别只是说呢 我们会需要两个input者 所以两个input者的话 那我可以这样写 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我大概看一下 因为 第一个的话呢 请输入什么 请输入体重 OK 当然身高体重你可以颠挡 没关系 那因为我担心 很多人 如果我前面假如说用iPhone int的话 去取整数 可是如果说有人很在乎 可能是 什么 65.1这样子 那如果你65.1 假如说你前面用int的话 它就变成65了 int意思是说取整数而已 也就是 它转成整数之后 它就无条件会把小数点拿掉 那不合理啊 我点1 我差1 我身高啦 体重可能大家不在乎 多一个 最好越少越好 身高的话 它可能是刚好 169.9 有没有 它一定点9 你点9拿掉 差了快一公分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一定要加什么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你可能要转 不要用int 你要用float f loat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float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它会帮你保留什么 保留小数点 OK 然后呢 请输入体重 那身高的话 记得最后把它除以 就是 转型完之后 特别是说 转完之后 再除以100 比如说169.9 然后除以100的话 变1.699 这样子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根据那个公式 公式就是 它的公式是 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所以我们公式就是 这个其实 这个float可以不用 因为已经float了 所以这边我讲 这个float可以拿掉 就是体重 除以什么呢 身高的平方 OK 那 这个平方先 先把它 平方之后 再除以 那最后会得到一个BMI 所以其实第一阶段 其实你可以 先不要判断 后面部分的话 先不要做 先做什么呢 先让它print BMI 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阶段 我试一下 我只要计算BMI的话 请输入体重 好敏感 随便输入一个 好 那如果身高的话呢 Enter 那这个时候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只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呢 当然有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什么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 那个ecell吧 ecell run 对不对 Round 其实用法跟这边一样 你第一个方法 Round 放在前面刮糊 它有志愿这个函数 d0.2 就是指的什么 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就这样 特别重要 把BMI放在里面 外面包一个Round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这个方法的话 就跟ecell里面一模一样 有没有 所以你以前会用ecell里面的Round的函数 这边也可以 所以这边的话 我把它执行一下 应该刚刚再输入一样 75 Enter 然后这边 175 Enter 有没有 24.49 那特别注意 这个Round是真正的帮你做四舍五路 当然另外一个方法叫Format 这个Format 比较像我们ecell里面 有没有 有一个按 什么 取消小数点位数 那个就是格式 但实际上 它没有真的帮你四舍五路 它只是表面上 帮你变成看起来像四舍五路 但实际上没有 在Python里面一样有类似的用法 Round是真的 去设 那如果说你要用那个Format的话 我们后面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第一个 先试着把什么 把这个BMI先算完 那算完之后的话呢 后面可以照着刚刚讲的 如果 上面有讲嘛 反正这些刚刚都做过了 有没有 所以 我如果要做个逻辑判断的话 那我底下呢 就可以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if BMI怎么样 小于18 那过轻 然后呢 这个之间的话就标准 这个之间就过重 其实这有点像怎么样 把它做翻译嘛 感觉好像就是 把它翻译过来 所以以后 只要你有 类似工作上的用途 其实不就是这样子 翻译一下就好了 OK 所以程式里面主要是把你以前 人要去做的逻辑判断 换成电脑就帮你做判断 然后每天只要有东西给他 甚至就是说 比如一个学校 假如几千个学生 你只要所有人的身高体重的资料 从资料库倒过来 直接丢给Python 全部就知道说 学生里面呢 过重的比例多少的爆表就出来了 甚至还可以马上画那个 视觉化的图出来 马上可以知道 而且跟前面几个年度的学生 比如说哪个年龄层 哪个年级的BMI最胖 如果经过什么改善之后 有没有变好 那你不就可以有个比较的爆表 不然的话 以前他要用人工来做 哇那要花多少时间 可是如果你会用电脑来做 简单到不行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BMI部分 试着做做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切一下 所以BMI 那这个刚刚的东西 基本上我是参考 那个Google的结果 所以你如果要 一个类似的逻辑的话 你就在Google上面搜寻BMI 那第一个连结 就是我刚刚用的参考 那其实网络上还有很多啦 这类似BMI 你要计算什么 都有相关的规则 所以你只要有个规则 就会有个逻辑 那有个逻辑 那你就可以试着把它 针对那个逻辑 写出那个多重的逻辑判断 所以其实这一套 反正就大概类似的做法 也不需要特别抓牛角尖 反正写来写去就长这样子 尽量你有一致性的写法 我是建议像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我习惯用AND 如果你不习惯用AND 你把它再转一下方向 也一样得到一样的结果 尽量不要说你今天初一十五写不一样 那真的就麻烦 到底怎么写 连自己都搞不清楚 那就麻烦了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一定要找出你习惯的写法 OK 不要就是被我的参考答案给绑架了 不然的话以后你想不出来 每次都要看别人的东西才写得出来 如果别人没有给你参考 那你怎么办 你就不会写了 所以尽量你去思考没关系 城市没几行 长得就像这样子 只要不要打错字就好了 试试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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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